来我们看哈,这是波士顿的那个Carmont公园 Carmont Park 中间这个是它的州的议会大厦 州的State 就是马舟的 就是马舟舟舟的 这个州的议会大厦 我们看看这个公园周围 这旁边正好有一个Church 老教会 然后这儿有一个Fountain 看看这周围 公园蛮大的 今天有点下雨 看看周围情况 这一个Fountain 然后旁边就是它的 也都是City Center 它的商店这些了 这旁边一个Subway 这个Subway是叫Park Street 正好都是公园嘛 这叫Park Street 这个老教堂 波士顿的老教堂 看 波士顿的话 它是有 新英格兰都是有英国那边过来的传统 基督教传统 很深的基督教传统 所以他们到这儿都是建教堂 建教堂 然后才是 然后才是 那个 然后从那边过去 哦 这边还有一个叫什么 看看周围的环境 都是仙剑教堂 看这正好有一个 那个Subway 绿线和红线 就从这儿出来 叫Park Street Park Street的Subway 来我们从这边过去看看 它的那个街道 哦 哦 看看街道 哦 蛮好的 我们看哈 这就是差不多到了那个千了汤的边上了 这条街也是 哎 红的边都是千了汤 然后这儿 对不对 还有这个日本呢 也在这旁边哈 Japanese restaurant 就在这旁边 然后这里就是它的那个街道 那个realtor realtor 哎 这个就是剧院区了 看到没有 这是剧院区啊 看到没有 这不是啥剧院 看到没有 Bouch Center 全部剧院 也戏剧的 这叫 Wang Realtor 哈 好几个剧院啊 剧院区 嗯 嗯 剧院区 先来看看那个 看 这是剧院 看看到没有 Bouch Center 嗯 Zilter 嗯 这是酒店嘛 这是酒店 看看 是不是啊 Wang Zilter Bouch Center的剧院 哦 这也是啊 都是剧院 这旁边 这全是啊 剧院区 看 看 我们在顺到这走 走走看 看看这个Bouch Center City City Center 嗯 哦哦哦哦哦 这房子好大啊 是什么 是hotel还是什么 看这儿 看这儿 这儿 好气色 嗯 看 这整个好气色 哦哦哦 哦哦哦 下面是餐馆 下面餐馆 哦 两边是高级酒店 W 这个 这高级餐馆 嗯 下面是餐馆 下面是餐馆 上面是高级酒店 哦哦 7-11 7-11 7-11 哦 这是New England Law And the Boston 新英格兰区 我们这次本来就是说看看新英格兰嘛 这个传统的新英格兰哈 这也是说新英格兰的城市嘛 New England Trip 有很重的这个传统的基督教传统哈 所以他这里到处都是church教会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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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它这都是它的city center 看没有 诶 这最主要的 这是最主要的街道 看没有 city center最主要的街道 看看 这对面 哇 看 这是个南湾西楼 其实这个南湾西楼 就是南湾了哈 看 就是church street 就是church street church street 就是church street 好漂亮 church street church street 我们先到这儿走 这个就是start street church street和start street 看看 那个 这里都是巴斯顿的city center 看它的city center 高楼大厦 高楼大厦 这是高楼大厦 这是高楼大厦 Boston Park 这边写的哈 Boston Park Plaza 嗯 这边那个 可能是酒店 高级酒店哈 Boston Park Plaza 哦 这是阿灵顿 嗯 这是阿灵顿 啊 这条路就是阿灵顿的嘛 都是它的那个主要马路啊 阿灵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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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以它那个江军啊 阿灵顿 他有个公墓嘛 一些人的名字来取 命名的啊 哦 这有一个 像城堡一样的 哦 这好 哦 像城堡一样的这个 哦 那什么 我看写的什么哈 啊 我看写的什么哈 哦 哦 上面是这 啊 啊 Castle 嗯 哦 什么城堡啊 这是个城堡 Castle 然后这边 哦 Statue 嗯 哇 哦 这个 Sanders 哦 这个 Sanders 那个名字叫Sanders Castle 哈 它是一个城堡 嗯 哇 旁边 看那边是 那个 电视台嘛 看 这就是它的市中心哈 最中心在Stadio上面 嗯 来我们看这个Bamp Bamp 这后面叫Bank Bay哈 然后那是Charles River嘛 上面是Charles River 现在我们在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里还有好的东西哦 这叫Bank Bay哈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在这里哈 叫阿灵镇这里哈 这旁边有个公园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周围哈 这正面啊是一个Castle 上面 哇 好漂亮哈 那边 英国城堡啊 好大一个城堡 你看 整个 一个城堡 嗯 Castle 嗯 然后你看这旁边都是高楼大厦 反正是个电视塔 什么的 哇 蛮不错的 蛮不错的 嗯 好 我们顺着这里走吧 走下去 走到这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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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里走下去 来 看一看哈 它那上面有个电视塔 嗯 你看看 巴士顿真的还不错的 这都是巴士顿的那个City City Center嘛 主要是这个旅游景点区 啊 看一看 看一看 哦 这都是它的City Center啊 哦 Downtown 啊 Downtown Downtown 啊 你看看 Boston Downtown 啊 你看看 这里是叫200 Berkeley 啊 这个好像是酒店啊 啊 哇 好大好气势 嗯 修得好大好气势啊 啊 啊 这是它主要街道上啊 啊 也是在它这个包市的当场啊 啊 那这旁边还有一个哈 啊 还有叫 Libet Mutual 啊 Libet自由 Mutual 然后Insurance Company 上面 保险公司 嗯 看吧 这是它的那个金融保险 城市嘛 嗯 然后高级Hotel啊 这些啊 啊 所以看看 巴士顿的 商业区啊 啊 商业区和它的city center啊 哦 这又是高级酒店 高级的那个apartment 哈 Let's go 哦 哦 这是Berkeley 哦 Berkeley Watsup 嗯 哦 Pais下 哦 这是一个圣子 哦 可以 可以 哦,你看这,哇,都是它的高级公寓,高级office,还有church,哦,这个providence,对啊,那个providence,providence这个词就是说英文词的话,就是神的眷顾啊,真的是神的眷顾啊, 大家都希望得到神的祝福和神的眷顾嘛,providence,取了地名啊,就是说他们有很深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传统啊,我们看前面那两个建筑是什么,哦,对,这地铁啊,你看这地铁是阿灵顿嘛,阿灵顿地铁啊,OK,阿灵顿,来看看这儿, 哦,你看那个,这儿有个红房子哈,呃,然后这儿旁边啊,有最很古老的教堂,看到没有,英国式的,英式的哈,这个church,这个名字叫church of government,哈,政府的church,嗯,church of government,呃,还是非常古老传统的哈,看看证明 这是它证明,它现在关了的哈,我们就看外面,非常古老传统哈,几百年了,至少这,三百年了嘛,至少三百多年的哈,就英国传统的哈,这条路叫nuburger,嗯,nuburger,很起来这个nuburger, nuburger,republic island,哈,这里很多传统教堂哈,非常传统的教堂,嗯,古老的哈,英国的那边传过来,英国式的,英式的古老教堂哈, 哈,来,我们看这一个雕像哈,在这个公园里面一个雕像哈,哈,他说他的名字呢叫John Gleber,John Gleber,哈,他说他是soldier of revolution,哈,就是17多少年,他们这个鲍斯顿嘛,就是发生那个革命嘛,哎,就是侵查事件,还有这个叫做他们自己独立,就是美国的独立,独立那个战争啊,是从鲍斯顿开始的哈,你看17多少年嘛,看17, 1776年啊,独立战争是从这儿开始的,然后他们就反对那个英国殖民的那个军嘛,他们当地的平民,所以有战争在这里很好的历史啊,死了好多人啊,同时呢也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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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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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但他们反对争取自己的自由 脱离英国的控制 然后再成立了美利坚共和国 所以鲍斯顿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美国历史 很多历史的起点 所以可以学习到很多美国历史的故事 都是发生在这里 所以它这里有很多故事的 学习美国历史的 美国历史也在这里 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了解到很多 这两边都是公园大道 环境蛮好的 这还有一个圭址 反正它是很传统的 本来是很传统的 基督教影响在这里 这又是一个 这又是一个很传统的 气势 上面在修 底上在修 这里很多教会 看到没有 因为当初这次来 就是很虔诚的清教徒 清教徒 到了这来建立了美国 从五月花号开始 所以 这是公园 这是公园 这两边 所以来就是修教堂 然后建立教堂 然后以神为中心 所以这是有神眷顾的地方 来 我就在这边再看看 哇 你看到这有一个公园里边 一个雕塑 它这个雕塑它叫 Boston Women Memorial 这是Boston的妇女 争取她们的权利 的那个Memorial 一个是争取她们选举权 还有就是说不要做奴隶 就几个天 这是女的有奴隶 还有白人女的 有黑人女的 对吧 选举权 各种的权利 它这样都是从这开始的 Boston 不但是革命运动的开始 也是女权运动 和这个选举权 各种权利的 就是说 这个 这个发生地 都在这里 所以它这里有一个Memorial 这写的吗 Boston Women Memorial 这在公园 很长的公园的帽里边 公园的帽两边就是这个 住房 两边是居民 居民的住处 很长啊 中间就是一个公园 中间是个公园 然后两边是居民的 这个居住的房子 所以说看看这个环境 还是不错的 看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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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Boston这里方是革命的起源地 美国革命 美国历史 争取各种权利 不但独立权利 父子的选举权 以前妇女没有选举权 还有奴隶 解放黑奴 也是从这里开始 还有什么签署独立宣言 这些人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所以可以说 在Boston之行的话 可以说是学习美国历史 美国的建国史 怎么开始的 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它有很多历史地 可以学习 可以参观 可以了解 哦